嫁到嘉义市的陈姓女子离家投诉高雄某饭店,打电话透露亲生念头,丈夫向嘉义警方求救,联络高雄远景赶往饭店救人,警方找他高雄亲友到场,希望对他温情喊话,不料陈女竟迟到某个手腕,远景及时扑上,枪下她的刀子,将她送医挽回她的生命。 据警方了解,陈女与丈夫失和夫妻离家,1月11日晚间,她投诉高雄市三明区九如二路某饭店,与丈夫联络后又起争执,吐露亲生念头,丈夫才向嘉义警方求助,请警方救人。 高雄市警三明一分局时,全派出所接获通报,寻左曹俊文率警员郭福智,杨启仁及黄浩顺赶去饭店,问出陈女投诉的房号,请她开门,但她一开门,远景便发现她手握一把槟榔刀,手腕还留着血。 远景安抚她许久,后来又找来她姐妹到场,不料陈女情绪失控,躲向床上房间角落,拿刀抵着脖子,做事割喉,要所有人不要靠近。 陈女对远景和姐妹直呼,是她逼我的,要我杀几刀,你们才要走,警员郭福智,杨启仁,见状大声苦劝你别这样。 陈女突然连续割腕,寻左曹俊文见状飞扑上去,夺下刀子,立刻找救护人员将陈女送医,才及时救回陈女生命。 自杀,不能解决难题,求助,才是最好的路,求救请打1995,要救救我。 寻左曹俊文,左,见陈女连续割腕,飞扑上去,夺刀救人,记着灵宝光翻射,分享陈女。 右,时包抵着脖子,要远景别靠近,记着灵宝光翻射,分享。